新鮮水果配上道地台湾茶 内湖这家水果茶首摇影 进驻江南街一级战区 开店十年累积人气 摇出台湾特色 吸引外资注意 目前有创投公司在跟我们积极接洽当中 那我们也在做审慎的评估 我们竟然有开放海内外的代理跟加盟 那目前它的困难度在于就是说 需要培训非常多的人才 我们是用台湾当地的水果跟当地的茶叶 那这个部分他们是没有办法模仿的 对 因为这个我们都有弃作 外国人爱上台湾首摇影 就是因为珍奶 像这家1992年从台湾书店街发迹 99年前进马来西亚 再从国外宏回台湾的老字号品牌 美 欧 澳洲及亚洲都有分店 台湾展店策略大不同 其实我们海外是因地制宜 像我们的美家都是单点加盟 其实像我们现在美国有130间的分店门市 全部都是130个不同的人来加盟的 那至于像在越南或是印尼这些呢 则是有代理商 没有足够的资金去燃烧的话 你可能没有办法等到那个果实结下来 你可能就失败 专家不讳言进军海外资金最重要 韩星李忠硕代言的其实是台湾饮料品牌 先是韩商入股 近来又有英国资金砸下11亿 买下三成股权 成为百分之百外资持有 让台湾品牌立足海外 更没有后顾之忧 三里新闻留言徐熊 台湾到